折射是由于光线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不同而引起的 这种减速被称为材质的折射率 例如纯水折射率1.33,糖水折射率1.41,玻璃折射率1.5,钻石折射率为2.4 这意味着光通过水比它通过真空慢1.33倍,比糖水慢1.41倍,比玻璃慢1.5倍,比钻石慢2.4倍 光线通过速度越慢,会发生更多的弯曲和扭曲,如画面所示 插入水杯的铅笔,看起来像是折断的 那是因为光在不同材质之间行进的速度产生变化 所以行进的路线也不一样 于是产生一个角度的转折,这就是折射 容易的浓度或温度都会影响折射的角度哦 市面上折射剂又称糖度剂的原因是 折射剂的单位 白粒糖度 Degrees Brits 是以折糖为标准值设计出来的 所以这是大家会习惯称为糖度剂的原因哦 经由以上说明我们可以了解折射剂并不是专门测定糖度用的 它其实是在测定溶液的浓度 所以不一定要是糖水或果汁 盐水或是其他溶液也可以 因此它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折射剂才对哦 白粒糖度 Degrees Brits 是测量糖度的单位 定义为在20度C下 每100公克水溶液中溶解的浙糖刻数 公式如画面所示 但是食品是由各种不同成分共同组成 除浙糖之外 其他成分也可能会使光线折射 因此糖度剂测得的数据 只能作为一个推测糖含量的参考 不能代表实际的糖含量 也就是说所测得的白粒糖度是相对值 不是绝对值哦 例如无糖红茶 Breeze约在1.8 半糖红茶约有5颗方糖 糖度剂检测值为6.8Breeze 在测量时就会将半糖红茶的检测值6.8Breeze 扣除无糖红茶的检测值1.8Breeze 作为真值再做后续的计算 此真值5.0Breeze 即代表含有5颗方糖的意义 那全糖红茶一般来说约有10颗方糖 合理推测糖度剂检测值应该是约在11.8Breeze 如果现场测出该红茶为16.8Breeze 也就是3倍增值的量 那就可以快速算出该红茶有15颗方糖 有了上面的计算示范后 若检测样品改为无糖豆浆 半糖豆浆 全糖豆浆 你应该可以举一反三了 实际应用上只要知道每种液体的无糖基准值 就可以知道额外添加了多少糖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手持式糖度剂哦 其实是非常简单容易上手的 接下来介绍如何使用糖度剂 首先我们要用纯水来进行归零 将盖子打开 纯水2-3D 滴入这个棱镜表面 完了以后盖子缓慢的由上往下盖入 不要产生气泡 然后从观测窗观察它的度数 纯水的话要零度的度数 如果不是零度的话 建议送回原厂检查 为了读值正确 建议每天使用纯水测量 确认零点 那校正完毕 确定纯水是零度的话 就没问题了 我们把盖子打开 使用试镜纸将液体擦干 那接下来我们来量测市售可乐的糖度 一样取样品2-3D 在这个视窗 不要有气泡 盖子由上往下缓慢的盖入 不要有气泡 然后呢 从这个观测窗来观察 市售可乐它的度数是多少度 这样就测量完毕了 那测量完毕以后呢 我们要清洗这个部分 那拿一个空杯 用纯水清洗 小心这里不要有大量的积水 擦干 上面把它擦干 然后这个可以沾一点纯水 把它擦干 然后再拿一张试镜纸 全部擦干 整个表面也是 这样子我们就已经使用完毕了 以上就是市售糖度剂的使用方式哦 用手持试糖度剂测定糖分 简单便宜而且快速 因此用途广泛 像是测定水果甜度 黑麦汁发酵过程追踪 或果酱熬煮的终点都会使用 是食品业者品质管制的力气哦 要适当地点都会使用 都会使用 剂卖受疗 我然继续